今天 太阳很大 也很晒 妈咪呢就在厨房里做了两个饼干 饼干上面有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 那么当我吃到津津有味的时候呢 妈咪就问我一道数学问题 她问我 3加3等于多少 我说 6 妈咪说对 然后呢 她又问多我一道数学问题 难一点的 她问我6加6等于多少 我不管3,7,21我立刻讲 11 妈咪听了 说错 然后很生气 就随手拿了一条藤边 这个藤边很短但是很粗 然后就 马上 叫我 快一点把手伸出来 我说 妈咪 不要 你每次打我的掌心 我的手掌就会很痛 今天 你可不可以打我堕落的地方 就是 屁股啦 然后 而且 今天我有穿 多 这个 雷裤 所以 两件裤子 应该不会那么痛的吧 然后 妈咪说 好 就马上呢 打了 一边 两边 三边 四边 我后悔了 原来穿两件裤子都那么的痛 我哭了 我吓雨了 我吓到很大声 然后 爸爸听到了 我爸爸 很心疼自己孩子 在哭 就拿了两个糖果 两个糖果 给我吃 当我吃到 很甜的东西呢 我就会 立刻受伸了 谢谢 谢谢 不管你看到影片的感觉如何 欢迎你留言 订阅分享 和按赞声明 MMGG 因为有道教的支持 影片才会做得更好 谢谢